好 行 别的咱不说了 今天你来面试销售 是吧 或者是市场拓展 你要就薪资多少 10K吧 你上一份工资就那个刷脸拿卫生纸 那个底薪是多少 12 12 你要不要调 还是坚持1万 同行业的 和我以往工作经历 我们这没有 没有可能就是稍微要调一下 调多少 8吧 8000 对 是吧 有低于限制吗 北京 PPT解读一下 这是我对开发市场 还有以后运营这方面一个分析吧 我可能是开发数量 和别人可能稍微低一些 但是我以后的运营数据 肯定要比它高 因为我是前期 做的市场调研比较严重 对我来说 来说既要亮也要智 只有这样 你对你以后的 就是以后你的产品线了 或以后你的发展 都是有一个好的 这是我针对就是前期市场调研一个表格 根据人群的一个情况 然后来选择现阶段机器 适合不适合在这个场所存在 还有一个巴黎里边具体的像我们厕所里面 蓝色有几个坑 女色有几个坑 我能把握在这个纸 在运营人员要关注这个数据 要多长时间来进行一个关注 然后对以后的一个运营数据 一个参考 也是一个参考吧 我是觉得在一个公司里面 如果是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 一旦既定下来的话 那么作为一个市场推广 或者是市场专员 或者是销售类的这种岗位的话 它需要把公司的量做起来 而不是一直在做调研的这份工作 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假如卖咖啡机 前期你会做些什么 这一块肯定要对人群有一个了解 先对人群做了解 对 然后呢 还有消费水平 你觉得要刷脸吗 这个刷脸可以 那这个刷脸的话 那咖啡送不送呢 这肯定不能送 不送我为什么要给你刷脸呢 那这个咖啡它是人享受的 测纸那一块我们就是 谁买个咖啡机 也不想把脸给卖了呀 其实这个你没说清楚 这个人脸支付只是一个动作 你扫码支付和人脸支付 是同样的意义 就是你人脸这个动作更简单 你都不用扫了 但如果让我选择 又可以刷微信支付 或者支付宝支付 不用刷脸 那我就直接扫码了 我肯定不愿刷脸的 我们错过 刷脸速度就是比扫奥尔玛速度快 我就不刷脸 那就是有的客户是这样 但是真强求不了 大部分都不会刷脸 问一下两位导师 现在这个选手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这个8000是不是还高了 底星 我现在觉得他不是价钱的问题 是他如果专业靠伸扎 职业靠素养的话 他现在没有显现出 他那个特色在那 他现在就这个人脸识别的事 整个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你这简历上还写了一个 安静的狐狸 我这样问你一个可能最简单的 然后你来看 能不能把安静的狐狸特质表达出来 现在我卖你一个产品 你买3000 对吧 我就送你3000 第二个3000你消费完 我会再送你3000现金 你会不会怦然心动 我不会 为什么 你觉得我在这里面 狐狸的地方在哪 第一个你是让人买了3000 对 3000已经花了 对 然后我再送你3000 我已经把你送了3000 对 送了这个附加价值 这个价值真正的底价 消费者是不知道的 然后你再想把这个3000又花完 我再送你3000 再送你3000 对 你想想你把客户已经黏过来了 对你客户对你已经产生依赖了 怎么说 那句话叫做一来生 二来熟 就是三 我觉得是 你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思考 对吧 包括图形化的一些设计思考 其实除了销售本身 地推本身 布点本身 你是可以考虑你强化你营销的部分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3000块钱 对吧 然后我第二个3000是卡 这3000卡的话 你可以把它折扣消费 但不过它每次折扣 只能是10%折扣 只要消费完这张卡 我就再送你3000现金 意味着实际上我捆绑里 你后面3万块钱的消费 理解对吧 对 那你既然能够 你应该是把这些部分体现出来 现在你完全就是抵推 抵新的这件事 你就别捍卫所谓8000了 因为31岁可能有过一个过程 现在你的那个 很稳准的那个特质是不够的 如果跟大家说 好 我就现在就做销售 五天开始起 可能会合适 过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